我听说了 这个杜菲啊 他不信任我们 就不愿他 不知道听谁说的 说是律师啊 就是公检法的卧底 如果他不信任我 我没办法为他辩护 你会有办法的 我相信 你能得到他的信任 你了解我 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干的事 就是讨好别人 取得别人的信任和讨好别人 完全是两回事 我从来就不信任讨好我的人 但是你从来就没讨好我 可是我相信你 我的意思是说 与其去争取一个 不相信自己人的信任 不如直接服务一个 你相信的人 我知道 你不差杜菲这个客户 但是杜菲他需要你 我一直支持你的做法 只和相信自己的人合作 代理相信自己的客户 但是 杜菲这个案子 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 他值得我们花时间 去赢得他的信任 就因为他代购的药 救了很多人 还因为 我们要让他相信 我们值得他信任 这个世界值得他信任 我们可以无条件地为他辩护 来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俩开始是同学 后来做了同事 我们俩一敌一友 但是呢 只要我们俩意境相同的时候 所有人都认为 我是在附和他 而且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我们俩意境不同的时候 所有人就都不相信我 而且说 罗宾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为此非常的愤怒和不解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认为 他不是这样的人 难道是因为他 他比我长得帅吗 我觉得我姐说得对 我确实不够了解你 家豪还在美国啊 在 那他知道他妈妈生病了吗 是 陶爷这人啊 就怕他宝贝儿子知道 所以嘱咐我 不要跟任何人讲 你知道 咱们这个圈子啊 就这么大 这个家豪要认识这么多叔叔阿姨 万一谁说漏了嘴 说不定就传出去了 我认为你还是应该让他知道 他会有多少时间毕业啊 还有一年吧 陶月啊 是个特别怕给人添麻烦的人 包括他的儿子 他大概是这么考虑的吧 怕影响儿子的血液 所以 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好 不喝了 保命啊 身体最重要 因为健康最贵 没错 所以这酒啊 你以后还是别喝了 多保重 你知道啊 陶月吃的药 如果是正品的话 一瓶多少钱 十一万 你行啊 对 十一万 十一万 每个月是十一万 每个月这就是续命的药 我知道 不许非啊 他代购这个药 是孟加拉产的 是纺织品 一万一千块钱一瓶 是正价的十分之一 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哪里错了 他是一个救命的人 怎么就犯罪了呢 他完全没有法律知识 他和你我比起来啊 他就是个法盲 行了 老大 你别说了 嗯 我会替他辩护 努力替他做无罪辩护 为众人报信者 不可耻其洞鼻与风雪 说得好 上车 说得好 好 不마凡 看我 我 好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杜飞啦 当然 微博已经转发好几千了 公众号上大家也都在声援 为众人报新者不可使其洞逼于风雪 戴欣来了吗 她来了 我马上让她去找你 她怎么又没来 她嫁不 gray ama今天早上 杜太太 报信者那篇文章你们发的 怎么了 怎么了 杜菲现在在取保候审阶段 法院还没判呢 人家反复地在叮嘱我们 不可以公开发声 这样 你们就说这不是你们发的 您就说你不知道就可以 我不能说我不知道 他们抓了我丈夫 他们又抓了杜菲 今天来了几个便衣 正好孩子在家呢 他们就跟杜菲说 带杜菲走一趟 还说因为孩子在家 就不给杜菲戴手铐 这是什么呀 委托我 为你丈夫代理的协议 我为什么要委托你 刻不容缓 请你相信我 恳请你相信我一次 罗老师 马上联系到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 问问有多少人愿意为杜菲求情作证 好 是谁写的 那个报信者杜菲 我 何彩老师让我写的 你写的 为什么要写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你哪儿听说的这些啊 这样发的 杜彩老师 这个事情我们回头跟你解释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事 解决你先生的问题 马上删除那片微博 删除 好 何赛今天有点不正常 你最好躲着他一点 最好躲着我一点 你怎么办 你要删了 罗宾让你删的吧 罗宾让你删的吧 罗宾太高了 删了我们就没什么把柄了 而且肯定会有截屏 到时候大家肯定会更加关注这件事 大家会说 为什么删了呀 姐 你找我 衣服不错 谢谢 卫品会打折买的 肯定比你商场买得便宜 你下午跟我去拜访几个客户 不行 我要立案 什么案 就是那个县妻告情妻 就是那个荣荣告罗琪 你知不知道 罗琪是罗宾的姐姐呢 现在知道了 那还要告吗 不是我告 是我的当事人要告 我是律师 我亲爱的妹妹 那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做她的律师 接她的案子呢 那我已经接了呀 诚心跟我对着干是吧 为什么每次我不听你的话 你总是觉得我故意跟你对着干呢 那你为什么要不听我的话呢 那你也不是每次都听我的呀 你不听我的时候我也不会生气 也不会觉得你跟我对着干呀 翅膀真是长硬了 出去 你是来为昨天的事情向我道歉的 我是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错误 你犯了什么错误呀 我不应该未经你同意 就把你批出合作吗 那你现在要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 来纠正你自己的错误呢 你马上去给杜菲办理取保候审 他不是办了取保候审了吗 对 但是因为前两次传唤他没去 所以他就被批捕了 他为什么不去啊 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 那我们两个是拍档 为什么我一个人去啊 这点小事我就不用去了吧 对对对 这么点小事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那你干什么 在我去给当事人办取保候审的时候 我想去找一趟你父亲 你找他干吗 我打算说服检察院 赵开次听证会 邀请著名的法律专家法学教授 群测群立 召开听证会 其实意味着检察机关主动把司法行为 放在阳光下晒 在办理公诉案件过程中 召开听证会是践行正义不仅应得以实现 而且是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办案过程中不存在哪个部门办错了案 这只是一种理念的碰撞和对法条理解的不同 听证会可以让参加者通过程序公正 坚信实体公正 让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口服心服 公开听证可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提高司法决策的透明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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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全景律师事务所罗宾律师的助理戴希 我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杜菲先生您认识吧 认识 认识 他是不是曾经分文未取给您购买过药品 有这么个事 他人特好 我们这儿有个请愿书 杜菲先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 您能帮我签个字吗 听证会一般首先都是公开的介绍案情 然后聘请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还有司法局的代表会就案件进行提问 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 所以杜菲才不想去 他怕逼着他当场认罪 听证会不是审判 但是也会有意见相左的双方互相辩问 那我不去行吗 我怕去了会控制不住情绪动手 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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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ide十月份 也ай怎会听快写了 好个小子 不要紧张 你来 town厕所 没有人过了 大姐给大家帮忙 许多则 打少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平和 不管谁对你说什么 做什么 你就放松 保持微笑就好 不要有任何抵触情绪 尤其是对负责办你案子的人 我不想进去 我不去可不可以 你不去可以 但是 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今天听证会 不仅邀请了很多专家 还有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包括具体负责办你案子的人 你想让我当中承认违法 我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 我就是觉得 如果我承认违法了 他们 是不是就可以判我了 我听说坦白从宽 老底坐穿 康局从严回家过年 你不要听懂听细的 你应该相信我 我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唯一的目的 就是希望征得他们的谅解 让他们知道 你这么做的动机 绝对不是从中谋利 而是一种善讯 你对司法机关 对你的指控 都是认可的 但你希望 希望政法机关 他们能够谅解你 能够对你从轻处理 他们会认定我有罪吗 我不知道 但是你应该相信我 我会努力 会尽全力 为你做无罪辩护 你以前答应过我 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 你都不要有抵触情绪 只需要保持微笑就好 好吗 微笑 我会把您送去 你给没有一把 我走吧 我现在都要干的 我还是内心有多多 我把你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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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吃掉了 我把你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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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进去吧 我一会儿进去 你确定没事 没事 我们走吧 罗奇姐 戴希 罗斌老师她不在啊 没关系 我不找她 我找岚岚 找岚岚 对 岚红的妹妹 她告我了 她 她告您 从法律的规定上看哪 杜菲啊 确实构成犯罪 法 不容情 你们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口子一开意味着什么呀 那就意味着 国家药品管理 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而且那些守规矩 守法的制药企业 他们的药品专利 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法律规定啊 这种保护性 导致药品价格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动 而变动 不好意思 我刚才打了个电话 你是想见案子想疯了吧 是不是没官司打呀 平时 我只是一个律师 我并不想打官司 如果您可以把财产 退回来的话 我可以建议我的当事人 撤诉 我劝你劝你的当事人 赶紧撤诉吧 如果搞不定的话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 影响他们夫妻间的感情 如果到时候 再不巧打个离婚官司 那就活成笑话 我不介意多打一个 离婚官司 我也不介意 多接一个离婚的案件 其实 我的当事人 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 已经这样欠过他 兰兰 我觉得你这样做 不大好 咱俩是一个绿色的吧 根据利益冲突的原则 我既然代理了原告方 你就不能代理原告方 我没有代理 我只不过是 作为罗奇姐姐的朋友 我这么说而已 作为朋友 你应该给你的罗奇姐姐 尽到普法义务 可是并没有 哪条法律规定说 丈夫给自己的前妻买房 这是违法的 这个案件已经很明显了 继于给罗奇买房的购房款 是继于和我的当事人 容容小姐 她们夫妻共有财产 但是继于并没有通过 容容女士的同意 赠予了罗奇女士 购房款 侵犯了其合法妻子 容容女士的财产权 法律规定 生父生母对孩子 理应承担所有的生活费 和教育费 以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 可是法律并没有 任何一条规定 前夫有给前妻买房的义务 那如果继于先生认为 这笔费用 是孩子的抚养费呢 这是购房费 这不是抚养费 我也提醒你 这笔费用的性质 它就是抚养费 只不过罗奇女士 是拿这笔钱 去够了房产而已 这也是为了保障 子女的健康成长 完全合法 一个父亲给孩子抚养费 这是天心地义的 如果他老婆觉得有问题 应该问他老公啊 问得着我吗 可是一奈这笔钱 去买房了 这就是购房费 抚养费 何嘉义老师 是我们的前辈 我非常尊重何老师 但是在这个事情的观点上 我跟何老师的观点不同 我认为杜菲的行为 类似于紧急避险 他为了挽救几千名 买不起昂贵药品的 绝症患者的生命 不得已违反了 我国药品的管理法规 不得已违反了法律 不是违法吗 当然是违法 罗律师啊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刚才说 杜菲为的挽救 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的 绝症患者的生命 不得已 带购了假冒的纺织药 如果说杜菲的这种行为 不违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一 所有以活着为目的的行为 都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呢 二 我们国家的药品专利保护 是不是就是一纸空文呢 是这样 何老师 杜菲的行为呢 确实是损害了药企的利益 但是他却保证了更大的公民的权利 生命健康权 以损害了小部分人的利益 保护了更大的利益 不 我不认为他保护了更大的利益 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杜菲 为了挽救那些 吃不起昂贵的抗癌药患者的生命 不得已而铤而走险 那么我们知道 为什么抗癌药动辄要几万块钱一盒 新药的研制 实验都需要资金 一个国外的创新药 从研制到上市 据我掌握的资料 他的直接研究支出 至少也要七亿美元 如果再算上那些失败的药物 一个药物上市 那么至少也要二十五亿美元 而且他只有十年的销售期 这只是研发费用 还不算后期的销售费用 制造贪销 所以他注定不能薄利多销 我非常同意这位专家的意思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不尊重不维护药品专利 放纵那些便宜的仿制药 那么还有哪些药厂会投巨资去研发新药呢 如果没有人研发新药 从长远的角度上看 那么我们面临的损失不更大吗 那就要看我们如何确定 什么是更大的利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这是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 我们认为 司法的原则和宗旨 就是以人为本 保障人权 在公民的人身权益中 最大的权利是生命权 所以如果认定杜菲的行为构成犯罪 那么将背离刑事司法的价值观 请在座的各位 能够再次认真考虑一下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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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帮你转交给罗宾吗 谢谢 我想自己给他 那我先下班了 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了 好 谢谢 不客气 丽娜 谢谢你 我知道你帮了忙 应该的 应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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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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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